河南省寧陵縣一名14歲學生 遺遭霸凌後突然死亡 當地上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 要求學校和官方給說法 但被官方鎮壓 12月24號清晨 陽性學生被發現在校內墜樓死亡 家屬在9小時後才看到遺體 發現孩子身體有多處傷痕 家長質疑死因並非自殺 學校在拖延時間掩蓋真相 網上也傳出更多爆料 有學生稱 死者23號晚 在宿舍被虐殺 哀嚎一夜 27號 寧陵縣政府發出一個 強行定性跳樓的通告 結果引發接連兩天的萬人抗議 隔天 當地政府調來數以千計的特警鎮壓抗議 暴力抓捕上百人 寧陵縣城還一度斷網 封路 戒嚴